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雄大志釣具的大志先生 今天我們再來介紹金師湖眾多釣點的其中一點 上個禮拜前個禮拜有介紹好像三集了吧 如果各位想了解可以回去三集看 今天應該是第四集 這個釣點其實就是在這個金師湖保安宮 這個保安宮我們在地最棒的廟 這個每當有熱鬧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熱鬧 這個很棒的一間廟就對了 浩然正氣的廟 那這個他的入口有一個牌樓 這是金師湖保安宮 金師湖保安宮 然後他的這個牌樓 這個牌樓的這個前面這裡 前面這裡也就是三個獅子頭 三個獅子頭的對面的橋邊就對了 三個獅子頭各位可以看見 金師湖座球鞋位就是那後面的建築物的這個 斜對面 就是這個保安宮的這個路口 排樓的前面這個釣點 各位可以看見這個釣點 大志先生常常運動走過去的時候 都有很多阿伯會在這裡釣啊 因為這個釣點怎麼講還不錯 那可是他有一個缺點就是不好停車 不好停車這個汽車千萬不要停在這個旁邊 會發生危險 因為這個路很小條 因為這個來往的人其實還蠻多的 我是比較建議說前面那邊 他的這個路口 路口排樓前面這邊可以去找位置停 不要亂停以免說發生危險 因為這裡進出的車子真的蠻多 而且車速有點快 各位可以看見 這車速有點快 都還蠻快的 所以機車汽車千萬不要停在路邊 那這個釣點有一些好處 就是說其實還蠻多人在這裡釣魚的 因為這裡比較有速音啦 比較有速音 那你想要下去的話 也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見 我這裡 我們這個路口這裡 這個路燈再過來這根路燈 有畫一個腳踏車標誌的 這裡有一個腳踏車標誌 各位可以看見這個車輛非常多 在這裡 這個這邊有一個腳踏板可以下去 從這裡下去 從這裡下去你就可以到這個地方 各位要下去要小心喔 不要跌倒 比較長輩朋友的 比如說你腿腳沒有那麼力鎖的 我比較推薦說去三個獅子頭 三個獅子頭的前面 前面 各位可以看見這裡有一根樓梯 獅子頭 這個釣點比較適合長輩朋友 這曬曬太陽也不錯 這個旁邊其實也都可以釣啦 自己都可以花費創意一下 就是說 哪裡比較好釣 其實都可以自己找 因為金絲湖是 我們這感覺看起來不會說很大 可是它是一個比較 彎彎延延的湖 就是說它比較不規則的形狀 那有的地方有深有淺 那裡面的魚種五花八門 什麼都有 釣手竿拋竿 手竿的話十五尺十八尺 拋竿的話都可以 你要怎麼拋都可以 要玩烏雅也可以 那我們帶各位走一下好了 像剛剛那個洞我們看到 這邊也可以掉啊 對不對 這裡 要下去都小心一點就好 那車子不要停旁邊 那那個水門 我們改天再來介紹這個 這個水門 這裡有一個水門 這裡也蠻多人在釣魚的 那前面總共有介紹了一級兩級 今天是第四級 第四級 第四級 這個是這樣子 這裡也可以下去啊 我們看見這裡有一顆 一個採的一個十噸 這個在哪裡呢 在各位從那個路口 排樓的路口這裡 一路看過來 有一間特別漂亮的房子 別墅 一百零一號 那上面有寫一百零一號 這裡 這裡有一個墩 可以下去 自己要小心喔 不要亂爬 人家受傷 這個墩下去之後 可以看見這一塊 就比較 廣闊了有沒有 是這樣子 好 今天金師傅的調點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 還有任何問題啊 都可以影片下面留言 注意喔 來釣魚 不要亂丟垃圾 各位可以看見 其實蠻多人在釣魚 垃圾 都沒有什麼垃圾 那如果你有下去的話 有看到垃圾 順便撿起來 因為有的垃圾是 遊客可能不小心風吹下去的 那遊客不可能下去撿嘛 對不對 只有釣魚的人會下去 各位可以看見 其實都還蠻乾淨的 就是釣客有在下去釣魚 會怕不倒垃圾 就這樣 這個花灰光隔心 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好 謝謝各位 這個 有空我們再慢慢介紹 還有很多個地方 謝謝各位 還有問題都可以下面留言 謝謝